下午过来看一下牛 刚好这边认识的一个人 从那个山上拉了几多土牛 真的是土牛 就是稍微的年纪认了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小土牛 这么小 都是大山里面来的 都是正宗的土 到山上下来的 这就是土跟小土 小土牛 这是公的 长这么久 估计也才一个 两代多近 这是土牛 这就是山上土牛 跟我们第一次买牛是一样的 装死最高明 你看 只要动态一下 他就装死 这样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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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死 来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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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二 老子 你打呀 以后学他们一下 你给水倒你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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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这香水 去 把我笑死 这个牛 特别这都 出都没出来 就直接睡的 人家不期待了 上来 快点 你还帮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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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 300斤油吧 这个 我估计没有 这是放养的 现在在山上养的牛 头脑非常聪明 看见没有 放在上面还是这样子 一天天的 两头装刺针牛 从来没坐过车 看见车就害怕 搞得一身是汗 这个是正宗的高山上的土牛肉 真的睡一屋不动一下 你妈呀 先注意 这三头就不要了 股头太老 太嫩了 估计就七八个月 然后那头的话呢 带了个小牛仔 就不要 除非要就要了个母牛 买完 这个也是不是我朋友 牛就装回来了哈 这时候他就卸到他自己家里去 然后我就不去了 这两头 土牛 这真的是正宗的土黄牛哈 母牛的话呢 应该有个几年了哈 应该有个两到三年 然后这头公牛的话呢 就是一年多 这种这种土牛的话呢 质量是非常OK的 第一眼见到他 就跟我们上次第一年雅牛的时候 在那山上买的牛一样 拉着拉着他 他就装死 倒在里不动 这样子 很搞笑这种牛 你知道吧 这里就是在外面 啊 经常跑惯的牛 最喜欢装死 你知道吧 他就只说遇到什么危险人 他就有时候累了 他装死不动 他知道你要拉走 他就装 这样子 很搞笑的哈 那牛的话呢 估计就是200 看有没有200 二三十斤肉啊 母牛的话 能不能能不能出100斤 都都估计 然后他的公的估计 会多出一点 公的估计有100 看有没有120 看看这个礼拜肯定搞不了 就下个礼拜 星期一到星期二搞吧 看还是一起杀 还是分开杀 一起 那个一起杀嘛 我感觉又不多 是吧 200斤肉左右 到时候看一下 反正忙得过来就杀 忙不过来就杀一头一头杀 就这样啊 兄弟们啊 想要想要这种土牛肉的哈 这个下个礼拜一啊 到时候啊 直播见啊 拜拜